一直去到很小心的 為什麼 因為你看是學這麼大這麼多 這個 我先講翡翠湖的安全守則 進到翡翠湖之後呢 你會看到一個木站道 剛好在湖上 架在湖上 那個木站道 一個橋 木橋 木橋 那遠遠你會看到一個什麼 看到一個咖啡廳 那個景色很漂亮 很漂亮 那你們就會忍不住幹嘛 忍不住 欸 因為它有分車道 車走的車道跟人走的人行道 你面對翡翠湖 左邊是車道 右邊是人行道 那一般人 行人應該是在右邊 可是有時候呢 你會覺得 欸 拍車道那邊的景色比較漂亮 所以很多人就會跑到車道去 可是要小心喔 你一樣可以去拍 我有沒有看到 牆壁全部結冰 我看到 喔 這個 這是下雪的 還有這個 可能雪融化之後又結冰 在這個岩石上 OK 那我講了齁 這個 車道你可以上去拍照沒有關係 可是 麻煩 當你看到有車子要幹嘛 齁 要去 要從這邊進去 因為裡面有個loge 就是一個 一個度駕 度駕的木屋 齁 所以有一些車子會開進去 齁 當你看到車子要開進去的時候 麻煩你要讓到 因為為什麼 因為那個是車道 齁 齁 車子本來就有第一 最最大的一個使用權齁 這個齁 使用權 所以麻煩就要讓給車子 齁 讓給車子 那右邊就是人行道啊 齁 右邊人行道齁 你要走哪裡都OK 齁 齁 還有呢 因為現在是冬天了 所以齁 翡翠湖的洗手間 它會關閉 它會關閉 關閉到只剩那一間 所以原則上齁 我們不可能整團等一間洗手間 所以齁 因為我們才剛出來了 大概才三十幾分鐘 應該還不想上 原則上我們上完兩個 兩個景點之後齁 我們再回來齁 去這個 呃 應該算是貝爾德小鎮 或是在哪邊 我跟司機討論一下 再去上個洗手間再走齁 所以呢齁 先不用上齁 因為你上的話齁 這個 全團32個人排一個洗手間齁 那個可能要排 至少一個小時吧 我在想 只要一個人 平均兩分鐘 我跟司機犧牲 不要這樣 一樣齁 這個 齁 也要 也要 也要多久 你們算一下齁 而且 而且我 而且我發現你們上